我是莫特朗姆 我在公司里面 农业继续管理负责人 他们说的土地 这边都可以了 不错 等他们说好了 可以就决金钱了 现在棉花塞在之后 变化太大了 以前一百目的人工塞的时候 十个人两个月能塞完 现在一个人家是塞免街 一天就可以全部塞完了 大大的就有了 人类无类 少数家里条件不好 就有40多目的 其中毕业那会儿 我连国家通用语言 都不会学 也没有技术 就靠大零工进展 输入也不稳定 回来边学边干 三明街 陶拉街 达马里 瓦酒街 这些我现在都会开了 也会维修和日常保养 现在在公司上班 家上爸爸开瓦酒街的修肉 一年能挣20多万 就今年有钱了 把房子和装学了一下 我对以后的新货 充满了希望 好 那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